中国共产党天天嚷嚷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台湾要独立 这才出了台独 中国共产党经常在各种领域 把the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好像漫不经心 我跟大家说全是套路 就是为了骗不熟悉中文的老外 台湾是目前从历史法理上 完全站得住脚的独立国家 反倒是中共问题很多 这个党从开始建立嘴上 说什么为人民服务 建立全民所有制 但实际上说的 我说不听别人说什么 看别人做什么 做的完全的独裁统治贪污腐败 你说这个党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 杀了多少人 杀了多少人 就光引回的专家学者 就是这种为了建设祖国 回去的七十多万人 七十多万人 贪污腐败 没有下线的奴役中国老百姓 有过交代吗 杀这么多人 有过交代没用 就是这个国家真正的 那个肮脏程度 就比台湾差太远了 昨天吃饭 有个朋友看历史 跟我说 中国的封建王朝 唐宋元明清 跟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统治 是不是一样模式 我说完全不一样 我同学说什么怎么好一点 我说屁 我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 一点不虚伪 建立王朝就告诉说 老子是天的孩子 天的儿子 所有老百姓记住了 我是奉天成运 这个国家的资源 都是我个人的 你们就是老子的臣民 我要奴役你们 给我干活 为了更长久奴役你们 所以我会帮助你们建设 各种良好的基础设施 维护稳定的社会助系 但是我做的目的是 为了让你们这些 被奴役的大众 过得好一年 这样我奴役你们的时间 能更长 榨取的资源能更多 这是封建王朝 上去每一个皇帝都会告诉他 奉天成运天子 中共呢 不是 中共比封建皇帝虚伪下头的多 心里面想的跟封建皇帝 一模一样 嘴上却说呢 我一切为了人民 我要为人民服务 我们做人民的公仆 就实际上做的事情 跟嘴上说的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中共帮助各地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 那是为了让你们把钱炸出来去买房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让你们好好努力工作 更多的钱上交 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奴役社会 大动的时间更长一点 榨取的资源更多一点 自己的江山未来这种奴隶割韭菜 杀猪更稳定一些 所以我跟我哥们说 我说从人品上看 中国共产党比封建王朝的皇帝 可卑鄙的多了 虚伪的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都是皇家出身 他不用虚伪 那你看一个真的背景很好的人 怎么回事 中共都是社会底层出身 所以这么多年保留在中共骨子里最深处的 全是无下线的流氓跟土匪思想 全是 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 嘴上说的跟实际完的两码事 你们好好学历史就知道 跟当年的太平偏国李自成等等 类似的 脑子里想的全是如何获得自己的荣华富贵 一肚子难道女昌 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一嘴的仁义道德 你们真的想是不是 李自成的像搬走了 能不搬走吗 那不就他妈现在吗 我个人大家听我时间长的 两年听我时间长的人知道 我最讨厌虚伪的 虚伪的人 你看我骂了多少虚伪的人 最讨厌虚伪 就是你是啥就是啥 我是个小人就是个小人 我说话嘴巴狼机就嘴巴狼机 我对就对 我错就错 你连个做人都不能坦坦荡荡的 你那么活个屁呀 皇帝能坦荡 中共从来不坦荡 所以我超级讨厌极虚伪的中国共产党 超级讨厌傻逼习近平 所以当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台独这个词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如果还有一点做人不做畜生的自尊 自尊都没脸创造出台独这个词 台独这个词你咋创造的 因为这个词的前提一定有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共产党天天嚷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台湾要独立 这才出了台独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我上次视频里面说了 很多人没听懂 我说尼玛中共要讲这句话 先他妈给我解释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是啥意思 因为所有的老外 什么联合国各国领袖 都是傻逼不懂中文 我不是说他们其他傻逼 是中文傻逼 所以几十年被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汇 因为流氓嘛 玩的团团转 团团转 因为这些人就了解不了中国有多无瑕 中共有多无瑕的本质 所以不懂中国共产党这个词汇 中国的猫腻 中国共产党经常在各种领域把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和China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和China 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好像漫不清新 我跟大家说全是套路 就是为了骗不熟悉中文的老外 中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句话中 这个中国是什么国家 这里面核心词汇 中国指的是哪一个 因为历史上中国没有China 你得给我讲讲是什么 然后呢 诺大一个中国 从建国到现在七八十年 几百上千甚至上万 可以为这个中国词汇做定义的 甭管你叫政府发言人 军队发言人 专家学者 谁也不敢解释这句话里 中国这个基础词汇的意义 因为一解释中共就傻逼了 你不能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能说吧 因为你历史上你就没占领过他 你也不能说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吧 中华民国一直有宪法 你也没有占领过他 就是你这个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台湾是中国 你不能说大清的一部分 台湾是大清或者明朝的一部分 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吗 所以不能解释含糊 就是China 他不能解释不能换成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China 就变成台湾是中国不可疑分割一部分 台湾独立太独 但是回过头来 那么台独前提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这中国指的是哪个国家 全世界就他们没人知道 中共都不知道 中共自己都不敢说 他不能说 这说咋说呀 就是从任何道理都不能说 这个China指的是谁 是元朝吗 是汉朝吗 是唐朝吗 还是清朝啊 但是一定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怎么地他都从哪都算不上台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你怎么算 怎么算 然后在这个词不解释的时候 又发明一个新词会叫台独 所以说台独说中国词了 我开个玩笑 真是他妈的不要脸给不要脸他妈给不要脸开门不要脸到家了 谢谢大家今天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啊 我瞎说话道给自己大家做的很多很多的快乐 好吧